我們從這個中二補選一路去看到這個2022 那當然顏寬恒現在所面臨到的這個危機 每天一爆對他確實一定有傷 只是傷到一個什麼程度 那對這個民進黨來說 我全黨總動員下去除了展現團結氣勢 那展現團結氣勢之後 如果這一仗還輸了 那會代表任何的這個意義嗎 好那延伸到2022藍綠各自所面臨的挑戰 又是什麼您怎麼看 好如果民進黨他從公投一直贏到中二補選 然後又贏到林常佐的話 他就是大三元了 那對鞏固蔡英文領導中心 以及蔡英文他漸漸的強勢要防跛腳 那這個部分會逐漸的更加壯大 那對國民黨來講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已經是激進放棄 罷免林常佐以及中二補選這個戰場 因為嚴加他從登記開始一直到現在為止 你看國民黨的部隊沒有下去 對那歷來我們說國民黨是靠組織狀 以前我們跑黨政就是他是蜂窩狀 那已經靠派系 這個早些年已經不是這樣看了 從馬英九他自己選他打破重練 他自己去建立名冊 然後一個照相一個重新建立名冊 就是一方面是蠻用心的打法 另外一方面是隨著幾次整個政壇的這個變革之後 你就看到國民黨他生鏽了 他的傳統的那種組織戰已經不靈了 那派系也逐漸視為 你記不記得張家還一度關門 對不對 那所以是過了一段這種整個有已經有變化了 這樣的一個年代了 好那這一次如果中俄敗選不會是朱立倫主席受到威脅 是盧秀燕 他以後如果八年任 他想是一個很適當的副總統搭檔人選 他如果要往上走的話 他會覺得這個會留下畫柄 所以他這次是有距離的幫 所以才會有人點他做戰犯 但是國民黨這些戰鬥藍們 是藍天聯盟 或其他深藍的這種雜音 包括劉家昌等等 劉家昌還不算在藍天 他比藍天還微不足道你知道 藍天有比趙少康這支隊伍戰鬥藍微不足道 場外還有張亞中 那韓國瑜也可以算是深藍這一系的 韓粉這個陣容 他們所謂的戰犯說 你知道什麼時候會停止 什麼時候 2022選票一開出來就會停止 因為在2022真正會幫國民黨頂住天的 就是你們口中這些戰犯 你看我說的對不對 林志廟靠選票啊 而且他爭取到那種交通建設 我最近幾天訪問他嘛 人家以前他爭取交通建設還笑他 他爭取高鐵 現在成功了嘛 繞腳到那個妥協方案嘛 就縣縣中心往南350公尺 他剛開始爭取的時候 因為有人嘲笑他嘛 你是不是會看公文啊 你是不是像以前的那所謂的 就可以談論政治啊 你是不是怎樣 沒有 所以剛剛是嘲笑他說 他說你爭取外太空啦 用這種嘲笑沒有想到他答正喔 所以你這一次公投這三個人都是戰犯 侯友宜最大 被點名的 對 可是人家 都是民調高的 兩層在在啊 人家為什麼在公投之後 雖然最大目標是侯友宜 但是盧秀燕這一次正衝中二補選 他為什麼還是走這個路線 選票開出來嘛 對 如果2022 侯友宜還是參選連任的話 那就看他贏多少票啦 超越對手多少啦 整個全台灣領頭羊 那中間是不是靠他輔選啊 總是像2018年 什麼漢子 燕子 禿子 你知道那時候 韓國瑜 韓流還沒起來的時候 是侯友宜帶著韓國瑜牽著他 人家每次叫署長署長的時候 他就特別介紹這旁邊是什麼人 就說這韓國瑜啦 大家照顧啦 那後來整個 因為韓流起來嘛 就整個逆轉了 是沒有錯 可是呢 你就看到2022 就是看侯友宜啊 看盧秀燕啊 還看誰你知道嗎 當然也沒有沒有解釋啦 還看誰你知道嗎 誰啊 蔣萬安啊 蔣萬安 因為你知道 國瑜黨還會多一席 有可能多一席耶 一加三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三是什麼 他有可能多一席 因為康問責任滿了嘛 那所以星天王 始終在十名內的 就是 侯友宜蔣萬安跟盧秀燕嘛 而且蔣萬安沒有什麼大動作喔 他現在還不是白禮猴喔 他不在立法院 那動作也不是很大喔 他雖然有怕得罪 然後怕被戰鬥籃攻擊 所以他加入了戰鬥籃喔 可是他沒什麼大動作 他也是街頭反萊塚 可是他是十名以內 甚至在五六名左右喔 你知道所以2022 你們再罵他們再換 他用事實告訴你 用選票告訴你 你們就閉嘴了 所以你就現在看到 是一個過渡期群魔亂舞 你有沒有看到 但是我講過 從2018 韓國瑜 對到2022 情勢大好之後 一個白送中出來 馬上逆轉 政權還不是他家的啦 好你就算是國民黨 還有五百五十萬票 我們從上次的 陰箭不遠 我們就看到了 你2022打得好 不代表你2024喔 你就可以重回拿到政權 看起來你們群魔亂舞 你們分崩離析的 骨頭都快散了 對不對 沒有那麼好的事 但是 民進黨要小心 怕變數 什麼變數 第一個 如果蔡英文從 這個2022 我們就看到他 權力開始 擴大 防波角嘛 我們就說這個效應 他先把初選的權力收回來 我們就想說 哇 民進黨的 民主含金量 可以初選 自由選舉的只剩下7%耶 屏東跟基隆嘛 那其他的 第二個 就是預算 總預算 對不對 兩兆幾千億 這個淨付二毒 再加上如果足足合併 雜音這麼多 外界民意 有不同的意見 而且沒有全盤考量 你黨內的百貨品 你如果還是用 尋這個總預算 淨付二毒的模式 你整個副委一路這樣子 過關展戰 多數暴力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三個加成下來的話 我覺得可能民意 未必那麼買單喔 他覺得都是你們家的 對不對 這第一個變數 第二個變數 如果國民黨 你們真的腦袋清楚 你們看你們2024 雖然2004年 雖然輸 但是那是有史以來空前大團結 因為沒有政權 大家都變流浪狗啦 什麼都沒有 到處找狗 狗骨頭啃啦 很痛苦 如果你們真的通靈實痛 知道說拿回政權才是萬鈴丹 團結的話 那時候國清新大團結 後來選後還有人 就這樣親民黨 有人就回國民黨了 如果可以團結 或許還有一搏的機會 不一定贏喔 2004還是沒贏 你可以怪兩顆紫蛋 你可以怪什麼 但是我說民進黨 如果防一個變數 如果他出 出牌 出非典型的人喔 如果侯友宜 他不選連任 而他投入2024 他有中間淺藍綠 如果他又有跟 我們說藍白和的這個雛形 產生的話 那賴清德是伯仲之間喔 那再加上 那個阿扁前總統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透露說 是不是賴清德 都還有疑問喔 因為從我說 蔡英文最近的出手 如果一切都要由蔡英文決定的話 哇那個真的如坐針針 所以2022不代表就等於2024 朱立倫喊什麼沒有2022就沒有2024 你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喊 因為有2022他們才可以 才有舞臺才可以自己有上 上的機會才可以發生才可以群謀亂舞 但事實上每個人都是亂戰 沒有一個人真正說出一個勝選方程式 真正的為2024 完全不代表 有限 所以 其他人